本章的第五节 我们讨论溶液的饱和蒸汽压降低 这就进入了我们所说的 这一章讨论的三段内容中的第二段 讲溶液和熄溶液的艺术性 在实验中发现了新现象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才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始 比如人们曾经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如果把水和这堂水溶液密封在密闭的容器中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水自动转移到糖水中去 原来一边高的水降低了 这堂水溶液升高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人们进行了研究 考虑来考虑去 这种转移只能通过蒸汽来进行 于是要想研究蒸汽的行为 要想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 必须研究蒸汽的行为 才能够弄清问题的实质 所以这节的第一小节就要研究一下饱和蒸汽压 第一个问题研究 第一个问题研究纯溶剂的饱和蒸汽压 在密闭的容器中 在纯溶剂的单位表面上 单位时间里有N0个分子蒸发到上方空间中 这是一个密闭的容器 在单位时间里 单位表面上有N0个分子蒸发到上方空间里去 上方空间里的容器分子数逐渐的增加 密度也增加压力也增加 一开始这么少 然后多了一些 然后又多了一些 能不能这么无限制的多下去呢 它单位时间上去N0个 要注意随着上方空间里容器分子的各数的增加 分子凝聚回到液像液体中的机会 也增加了 往回来 因此事情总有一个平衡 当密度达到一定的数值的时候 凝聚回来的分子的个数 也达到N0个了 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每分钟还是上去N0个 又下来N0个 这个时候 上方空间的容器分子的个数不再改变了 尽管不一定是原来 上方空间的分子的个数不变 实现了平衡 蒸汽压大于P0 这平衡左移 气体就要液化 在实现平衡的时候 又是达到P0这种压力 怎么来改变不让它等于P0呢 比如我们把这个液体封闭在一个密闭的容器中 而上边是用一个活塞来封闭的 很明显 如果我们向上移动活塞 体积骤然间就要增大 这个时候上方蒸汽的压力 就会因为体积的增大而小于P0 当然气体就要继续 液体就要继续气化 平衡右移 最后再次实现平衡 如果我们向下移动活塞 由于体积减小 气体的压力就要大于P0 这时候气体就要液化 平衡就要左移 我们讲的是 纯溶剂的饱和蒸汽压 现在来看第二个问题 溶液的饱和蒸汽压 当溶液中 溶有难挥发的溶脂时 就有部分的溶液表面 被这种溶脂所占据 画个图 这是溶剂的表面 这是溶剂的表面 分子都一样的 都是溶剂分子 右边这个是溶液的表面 颜色深的 我表示的是那些 难挥发的溶脂的分子 这个溶液浓度可是够大的 表面几乎在了三分之一那么多 只是说明个问题 溶液要这么浓 那是了不得了 难挥发的在你的表面 这是溶剂 这样一来 溶液中 单位表面上 单位时间里 蒸发的溶剂的分子数 就不会是N0了 没那么大的可用面积 有一些被不能挥发的 难挥发的溶脂分子所占据 因此 单位表面 单位时间蒸发的溶剂的分子数 N 等于N 要小于N0 也就是说 单位时间内 上去的 不会有N0个了 当 凝聚的分子数 往回来的分子数 一旦达到N 这个N比N0小 一旦达到N 就不能再增加了 就平衡了 这个时候 蒸气的密度和压力 就不会改变了 这种平衡状态下 溶液的饱和蒸气压 为P P要小于P0 因为始终没有达到 单位时间内上去N0那么多的分子 所以平衡的时候 密度压力都小 P小于P0 一般性的结论是 在相同的温度下 溶液的饱和蒸气压 低于纯溶剂的 饱和蒸气压 这也是个平衡 这个液体跟气体平衡 当溶液和气体实现平衡的时候 如果使得蒸气压 小于其饱和蒸气压P 平衡又宜 液体气化 蒸气压小了 它就要继续气化 如果使蒸气压大于P0 平衡就要左移 气体就要液化 把蒸气压 饱和蒸气压研究透了 我们就反过来 看看能不能够解释 一开始提出那个 水自动转移到 折糖水溶液中的 实验现象 过程开始的时候 水和折糖水溶液 均以蒸发气化为主 当蒸气压有一个时刻 要等于折糖水溶液的 饱和蒸气压 于是上边的蒸气 和这堂水溶液 就达到平衡了 但是这个时候 P还是小于P0的 水并没有和蒸气达到平衡 水这边还要继续蒸发 使得蒸气压大于P 大于P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我们说过 大于P就使得 这堂水溶液的 饱和蒸气压被超过了 于是水蒸气分子 开始凝聚到 这堂水溶液中 这一溶 就使得蒸气压 还不能达到P0 原来本来比P大了 往P0那样发展 那一旦比P0大了 它进到折糖里了 还打不到P0 于是水分子 就不断地从水中 蒸出 而又凝聚入 折糖的水溶液里去 那什么时候 这个事能完呢 如果说这个水不太纯 里面也有点东西 当它蒸发到一定程度 这个水溶液显得越来越浓了 蒸气压也没那么大了 这个折糖水呢 越来越稀了 蒸气压也越来越大了 这个时候 它们可能实现平衡 如果这边是纯水 这个纯水能蒸发净 但是上边要饱和一个P 就是折糖水溶液的蒸气压 不能够完全进入 折糖水溶液中 最后实现的是 折糖水溶液和它的 饱和蒸气压平衡 于是就解释了 本解开始提出的实验现象 给我们一个初步的印象是 不论是纯溶液和气平衡 还是溶液和气平衡 蒸气压高的不稳定 哪个蒸气压高 它就要向低的里去转移 蒸气压高的不稳定 本解的第二小姐 讲一下拉沃尔定律 饱和蒸气压 溶液的饱和蒸气压 和溶液的浓度之间 应该是有一定的数量关系 溶液浓了的话 可挥发的面积就小了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事 定量的关系是什么样呢 就是说溶液的饱和蒸气压 和溶液的浓度之间 它的数量关系是什么样 我们想解决一下 蒸气压现在弄明白了 浓度是怎么回事 把这俩都弄清楚了 再讨论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 第一个问题要谈一谈溶液的浓度 我们都知道的是物质的量的浓度 溶液中所含溶脂B的物质的量 与溶液的体积之比 称为溶脂B的物质的量的浓度 经常称为体积蒙尔浓度 这是我们中学阶段 接触的最多用的最多的浓度 单位是摩尔美生 这个浓度使用起来很方便 尤其做化学反应 唯一的不足就是 这个数值 随着温度要发生变化 因为温度要影响整个溶液的体积 会导致在不同的温度下 同一种溶液的 体积蒙尔浓度有所不同 下面看又一种浓度 叫做质量摩尔浓度 它就克服了受温度影响的不足 定义是溶液中所含物质B的物质的量 与溶剂的质量之比 与溶剂的质量之比 称为溶脂B的质量摩尔浓度 单位是摩尔每千克跟溶剂的质量之比 质量摩尔浓度经常用M或者是B来表示 还有一种溶液的浓度标志 溶液的组成标志 叫做摩尔分数 将混合气体的时候用过摩尔分数 溶脂的摩尔分数 就应该等于溶剂的物质的量 加上溶脂的物质的量 作为分母上边是溶脂的物质的量 XG等于NG比上总的物质的量 就是NG加上NG 显然XG加上XG应该等于1 就是摩尔分数之和最后等于1 下边的讨论逐渐进入一个我们这一节课的最难点 希望大家注意 对于C溶液 由于N值C溶液 N值远远小于Ng 所以有X值等于N值比上Ng 就把分母中的N值加Ng的N值拿掉了 这是个约的 如果要是C的水溶液呢 溶剂是水 那么对于C的水溶液就有X值等于N值比上N水 挺特殊了 就是水了 对于1000颗溶剂水 现在这水这N规定了 正好1000颗的水 这个时候X值等于什么 等于N值比上1000颗的水 除上水的摩尔质量0.018千颗每摩 下边就是个N 这个N就是1000颗水所对应的N 1000颗的水 所对应的上边的N值的值 在数值上等于什么呢 1000颗水中N值 那就应该等于溶脂的质量摩尔浓度M 这句话整个的是比较难理解的 希望大家注意琢磨一下 因为这是1000颗溶剂水 所对应的溶脂的物质的量 所以它就等于溶脂的质量摩尔浓度M X值等于这个 下面我们再看 这个1.0千颗除以0.018千颗每摩 它就等于55.5摩千颗 这是对水来说的 除以的是水的质量摩尔浓度 摩尔质量 除以水的摩尔质量 这是锡的水溶液中 X值这种标度 摩尔分数不说是这种标度吗 和质量摩尔浓度M之间的数量关系 对于其他溶剂 这个地方不是55.5 但仍然是一个特定的数值 是谁 是达的溶剂 就用1.0千颗除以这种溶剂的摩尔质量 这节的第二问题 讲拉乌尔定律 在一定温度下 吸溶液的饱和蒸汽压 等于纯溶剂的饱和蒸汽压 与溶剂的摩尔分数之计 刚才我们说了 就要研究这个关系 浓度和饱和蒸汽压的关系 现在饱和蒸汽压我们讲完了 浓度也讲完了 现在就要建立这种关系 拉乌尔定律反映了这个问题 他说吸溶液的饱和蒸汽压 等于纯溶剂的饱和蒸汽压 与溶剂的摩尔分数之计 拉乌尔定律 P这是溶液的饱和蒸汽压 吸溶液的饱和蒸汽压 等于溶剂的饱和蒸汽压 乘以XG 如果用ΔP表示吸溶液的 饱和蒸汽压的下降值 下降值 那就应该由高的P0 减去下降后的P ΔP等于P0减P ΔP是下降值 是一个正值 把P用拉乌尔定律 表示出来 P等于P0乘以XG 把等式的右边提取供应式 ΔP等于P0乘以括号 1减XG 所以ΔP等于P0乘以X值 1减去XG 我们说过X值加XG等于1 1减XG就等于X值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把X值与质量 无二浓度之间的那个关系 带进来 于是 对于Σ的水溶液 有 饱和蒸汽压下降值 等于 溶剂的饱和蒸汽压 乘以质量无二浓度 再除以一个常数吧 一定温度下 不仅这个55.5是个常数 P0也是一个常数 于是 上边的式子可以写成 ΔP正比于质量无二浓度M 下降多少 就等于质量无二浓度 乘以一个K K是个常数 但是对于不同的溶剂 K的值不同 现在我们研究的是什么 是 饱和蒸汽压下降的值 和 这个溶液的质量无二浓度 乘正比 西溶液 饱和蒸汽压下降值 与西溶液的质量无二浓度 乘正比 这可以说是拉沃尔定律的又一种 表述形式 原来是从溶剂那个角度出发的 现在是从溶脂的角度出发了 这就是拉沃尔定律 各种不同物质的西溶液 那当然 绿化纳的西溶液 蔗糖的西溶液 肯定性质 化学性质完全不同 这是显然的 但是 西溶液有某些共性 跟 溶脂的种类无关 只和浓度有关 什么样的性质呢 就像我们说的 饱和蒸汽压下降 对谁来说都是下降 这些性质 我们叫做 西溶液的医术性 这堂课的刚一开始 我们说 本章研究第一个问题是气体的 第二个问题是溶液和西溶液的医术性 饱和蒸汽压下降 就是西溶液的一种医术性 它和溶脂的种类无关 只和溶液的浓度有关 谢谢大家